鼠牛的人都比較乾坤 耐心 而且每天都在工作 这是2021年3月 朱铭美术馆YouTube频道 上传的已故雕刻家朱铭的拜年影片 鼠牛的朱铭说 因为自己牛脾气 才能一生做雕刻将近70年 郭宝吉大师最为人所知的作品 就是融合文化精神 与太极招式的太极系列 1997年应邀到法国巴黎中心 饭灯广场展出 1999年朱铭美术馆在新北金山开幕 这个太极招门没有人物形态 抽象表现器的流动 另外太极飞铺一人回旋侧踢 另一人用手抵挡 这些都是大师经典 我们妈妈她的特性 她的特别是慈爱 朱铭出生在苗栗 家境贫苦 15岁拜师学雕刻 作品中还有很多有关母爱 母亲抱小孩背小孩 或是孙子帮阿嬷垂背等 都跟朱铭的成长经验有关 朱铭2004年货班行政院文化奖 是文化界的最高荣耀 近期都还有作品展出 2017水墨人间 2018人间系列芭蕾 2019古城墓 太极拱门等持续创作 巴雷舞会成功跳那么久还在跳 是因为它能展现美感 把巴雷舞不变成作品 竹铭擅长让动态画面静止 留下最美姿态 而近期在基隆国门广场 11个人间系列绅士作品 和民众近距离 等身高男性人物西装笔挺 朝不同方向蹭雨伞或拖行李 在黑白色调装 用蓝色点缀在领带 围巾或领结等 是游客必拍的打卡景点 很惊讶 真的吗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85岁的朱铭一贯优雅形象 短发戴眼镜 人中留着白胡子 如今世事留下的经典作品 让大家怀念 TVBS新闻联男后期议采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